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海魁台风的动态 海魁台风从原本预测要往琉球走 然后接着很快地发现到它转向 一路向西走之后 原本预测要在宜兰登陆 但没想到一路往南修 最后登陆的地点是台东的东河 昨天下午4点30分之后 那么海魁台风已经在台东的东河登陆 然后穿越了中央山脉 当然穿越中央山脉的过程当中 因为地形高耸的影响 所以确实对于台风的结构 产生了破坏的影响 所以海魁台风也从中度台风降为轻度台风 同时也在昨天晚上8点钟左右 在高雄的子官 大概是在高雄比较偏北的地方 那么跟台南交界的子官出海 但是出海了之后 一整夜它大概都在台南的西部地区 打转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所以也对于南部地区 包括了高雄屏东的山区 还有包括了台东的山区 花莲的山区都带来了暴雨 所以提醒大家 今天估计台风的位置点会一路的向西 估计要到明天早上5点钟左右 整个台风会朝向着广东汕头前进 那么要到今天的傍晚左右 才有可能脱离暴风圈的范围 但是因为台湾未处于一个大的低压带 所以天气状况是非常不稳定的 今天暴雨的范围 主要集中在花莲 整个花莲地区 雨量累积的额度会相当的高 估计可能会最高地区 会超过300毫米 今天一整天24小时 另外台东 还有包括了宜兰 然后以及这个中部的山区 还有包括了这个南部的山区 都要特别的注意 那么累积的雨量其实都不小 那么今天全台湾各地当然都有雨 不管是暴风圈笼罩的范围 或者是在暴风圈之外的外围环流 全台湾各地都下雨 另外呢有14个县市呢 都是停止上班上课 当然都主要集中在中南部地区 以及东部地区 北部地区当中的台北市 新北市 基隆市 桃园市 人要正常的上班 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 当然温度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高 那么目前各个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 宜兰 花莲 台东 还有澎湖都是27度 台中25度 台南跟高雄26度 好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呢 四大指数在上个星期五涨多跌少 到处估计指数上涨了115点 收盘指数是34837点 涨幅0.33% 纳斯达克则是开高走低 做收盘的时候呢 小跌了3.15点 收盘指数是14,031点 跌幅0.02% 标普白指数上涨了8.12点 收盘指数是4515.78点 涨幅0.18% 费城半导体上涨了11点 收盘指数是3682.84点 涨幅0.32% 那么美股的表现其实非常的不一致 比如说乙伯通 它是重要的费城半导体成分股 它其实公布的财报超乎预期的优 但是没有想到呢 股价呢仍旧是下跌的 而Dale呢 它因为人工智慧的荣景的期待 所以呢它的股价呢 狂升了21% 而特斯拉呢 反而是暴跌了5% 来到百负 跌了5.06% 辉达的股价呢 也下跌了1.71% 好所以呢 这是美国股市期小涨小跌 那至于在油价的部分呢 OPEPROPS 因为俄罗斯的副总理呢 出来公开的说 他们已经同意跟沙烏地阿拉伯 共同减产到10月 那么因为8月9月 其实都是暑假的旺季 还有包括了出油的旺季 所以在原油需求增加 而供应减少的情况之下 我们看到纽约西德州原油 大涨了1.9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5.55美元 涨幅2.3% 而且创下了去年11月中旬以来的 最高收盘价 那么西德州原油呢 超过了一桶85美元 上周一周呢 西德州原油就涨了7.2% 因为我们看到北海布兰特原油呢 上个礼拜五也上涨了1.72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8.55美元 非常必进90美元的关卡 涨幅1.98% 也创下了去年11月17号以来的新高 就上周而言北海布兰特原油 涨幅达到了5.5% 在农粮价格的部分呢 则是涨跌互建 芝加哥黄豆期货上涨了0.04% 芝加哥小麦期货下跌了0.96% 芝加哥玉米期货上涨了0.81% 在贵金属的部分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1.20美元 每盎司的报价是1967.10美元 涨幅0.06% 不过就上周而言呢 黄金一周涨了1.4% 白银的期货呢 跌了1.01% 铜的期货上涨了0.78%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0.71% 那么另外呢 在美元指数的部分 上个礼拜五 美国公布了8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 这个非农就业报告呢 失业率是上升的 但是增加的就业人数呢 也超乎预期 那这个错综复杂的数字呢 让美元呢 指数先扁后升 主要的是 看起来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 比美国还要来得更糟 尤其是加拿大 上个礼拜呢 意外地公布 它的第二季的经济呢 是萎缩的 所以呢 使得美元指数呢 先扁后升 最后呢 升值了0.61% 来到104.25% 一周呢 升值了0.2% 那至于欧洲的三大 主要股市 涨跌户 见英国金融18%股价指数 小涨了25点 涨幅0.34%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下跌了19点 跌幅百分之0.27 德国法安科普指数 下跌了106点 跌幅百分之0.67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几天的早报新闻 美国上个礼拜五呢 所公布的非农就业报告 新增的就业人数 18万7千人 这比预估的17万人 要来得多 但跟7月份的18万7千人呢 其实是持平的 这个数字呢 其实对经济学家而言 就是一个最好的数字 因为不冷也不太热 那么不冷的 不热的部分呢 是指说就业成长 真的放缓了 那么以就业成长 放缓的情况而言呢 让美国联准会呢 未来要加速升息的几率 大幅度的下降 所以呢 9月升息 目前按照这个利率 期货市场来预估的话 93%认为 9月份不会升息 那么但是呢 他的失业率呢 是上升的 上升到3.8% 这人说超乎预期 为什么失业率还会上升 最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他的劳动参与率 增加了 比前一个月增加了 0.2个百分点 越来越多的人 要出来找工作 这件事情呢 使得他的失业率往上升 而他的时薪的部分呢 越增0.2% 这比预估值的 越增0.3% 要稍微的低一点 那么年增4.3% 也比7月的4.4% 稍微的放缓 所以呢 这些数字都凸显出来 对于联准汇要控制通膨的 压力减轻 好 那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 因为石油呢 已经逼近于 这个已经是来到了 今年来的新高 创下11月17号 去年11月17号以来的新高 这个对于美国消费的通膨预期 是会有比较负面的影响的 好 但无论如何呢 那么这个消息激励了美国股市呢 上个礼拜五呢 是涨多跌少的 好 那么就一周而言呢 美国的道琼贵指数呢 是上涨了百分之 是上涨的 那么这个 这个标普白指数呢 也上涨 而且呢 是来到了 涨幅呢 是创了今年6月以来的新高 好 那同时呢 这个纳斯达克 还有费城半导体的涨幅 也都相当的大 好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9月1号 美国欧洲还有亚洲 很多的国家都公布了 制造业的这个采购进人指数 这PMI指数呢 是一个最领先的指标 美国跟欧洲的制造业PMI指数呢 都出现了回升 但是呢 都没有达到景区融合线 50之上 美国的PMI指数呢 是47.6 要比前一个月的数字呢 稍微好一点 但都还在50之下 欧元区呢 是43.5 43.7 虽然呢 是比前一个月的42.7 要来得高 但比预估值稍微的低一点 好 所以美欧呢 制造业还在 景区融合线萎缩值之下 但是呢 都比前一个月稍微的好转 亚洲地区的状况啊 日本 韩国 还有这个菲律宾 泰国 马来西亚的状况 都没有改善 那么都在50之下 而且都比7月份还要来得更糟 但是印尼跟印度 双印的表现非常的强劲 印尼的PMI指数53.9 还在持续地走高 印度58.6 还在持续地走高 所以我们看到穆迪呢 它对于全球经济 最看好的就是 印度跟印尼 那么而且呢 上修了对于印度的 经济成长率预测6.7% 但下修了明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 好那对于美国跟中国大陆的部分 穆迪呢 其实对于美国的部分呢 调升了成长预测 估计呢 它的经济成长率 今年是1.9% 要比之前预测的1.1% 要来得高 而对于中国大陆的部分呢 今年维持5% 但是调降了明年的经济成长率预测 调降到4% 好另外我们看到的是韩国 韩国9月1号就公布了进出口数字 它的出口呢 那么是年减8.4% 虽然还是衰退连续11个月的衰退 但是衰退幅度要比7月份好很多 那么衰退幅度呢 减少了相当的多 不过进口的部分呢 仍旧是负成长 负成长22.8% 在韩国出口的主要品项当中 半导体就衰退21% 然后石油制品衰退35% 虽然都比7月来得好 但是呢都是两位数的负成长 那么主要靠着汽车出口成长2% 还有船舶 就船舶呢成长35% 汽车成长29%呢 来带动它的出口衰退减幅缩小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美国的企业在过去10年大买库藏股 尤其过去科技业比较不购买库藏股 而主要是投入下一轮的技术研发 但是呢过去这10年根据统计显示 美国的四大科技企业 包括了苹果 Alphabet 微软跟Meta 那么是全美十大购买库藏股公司的前四大 那么苹果就买回库藏股 6200多亿美元 然后Alphabet 微软跟Meta 买回的库藏股的这个金额 都超过1000亿美元 三家四家企业 十年购买的库藏股 就超过一兆美元 这出现出来 它手上有相当多的现金 但是就经济的技术上面的 再投资上面呢 其实比较找不到着力点 而重点就放在用库藏股的方式 来回馈它的股东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的是 Rootho对于全球房价呢 认为走出谷底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 美国的最糟的状况 应该已经过去了 那么加拿大的房地产的衰退幅度 也从预测的9% 负成长9% 那么缩减为负成长5% 只有英国跟中国大陆的房价变动呢 是往下修的 英国呢是负成长4% 而中国大陆呢 从原本成长1.4% 下修为零成长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 就是中国大陆的部分 中国大陆呢 民间版的PMI指数呢 那么上升了1.8个百分点 那么重回到景气融枯线 50之上 这个趋势方向跟官方版的PMI指数 是一致的 但是呢 那么官方版的部分 还没有回升到50之上 是49.7 但是民间版的PMI 从回到50之上 而且创了6个月来的新高 另外呢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呢 为了要稳住外汇市场 所以呢 在上个礼拜五呢 突然宣布 调降外汇存款准备金率 让外汇的流动性增加 那么这个就使得人民币 在上个礼拜五呢 那么突然出现了大幅度的升值 但能扭转它的趋势方向吗 目前看起来还很难 但是可以减缓它的贬值幅度 另外我们看到的是 大陆为了稳住房地产市场 所以呢 那么四个一级城市 通通都公布了 任房不任贷的新政策 而确实呢 在周末的时候已经看到 看房子的人数 已经出现了增加 好 接着我们再看到 在入港股的部分 上个礼拜五 上证综合指数上涨13点 涨幅0.43% 深圳城只上涨了45点 涨幅0.44% 在香港的部分呢 因为那个台风 苏拉 那么洗港 所以呢 那么香港呢 是休市一天的 那至于回到台湾的部分 台北股市上个礼拜五呢 是小涨了10.43点 收盘指数是16644点 涨幅0.06% 成交金额只有2858亿元 OTC的部分也是小涨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等会好 待会要 入内容 中 一 必须 令人 勇 stam